我呢 佛性无我 既于诸元 佛性活 他的性质 他没有说我是活 他没有自我 而是寄托在各种因缘中 生起这个活的功用来 下面就说明这个既于诸元的情况 你一贯成状为食之家 欲吹传师 守之阳岁日前求火 这是说两千几百年前 佛在世那个时候的一般人 求火的方法 那个时候没有火柴 更没有打火机 那么他们是靠着用这个阳岁 火方珠 有太阳的时候 对着天空的太阳 下面放过艾巢 然后引发这个火 所以你不对 我来说你看 这个社会城里面 那还没有煮饭吃的 有人家里火断了 那么他怎么求火呢 他要吹传的时候 就是要 锅灶里准备要烧饭的时候 没有火 那么正好天空有太阳 那手里拿着这个阳碎 就是火荒猪 这个意思上次讲过了 拿着这个阳碎火荒猪啊 在有日光的地方 在落天 下面放过艾巢 一手哪艾巢 一手哪洲 对着这个火 这个天上的太阳 那么有太阳的强 强力的火线 照到那个火炷的中间 那么透出艾巢 那么火就发出来了 那么这样子取出火来 然后因火啊 来做这个厨房里 煮菜煮饭的功用 我来印象是认为啊 一切法都是因缘活活而成的 那么所以他前面提出问题说 世间一切法 这都是由这个地球一号 红四大 他们活活因缘来 而生起这一切法 有种种变化 所以佛对欧南说 明活活者 你认为一切法是活活而成的 什么叫做活活人 举个例子说 如我与你一千二百五十比丘 成为一众 众虽唯一 劫其根本各各有生 皆有所算是足名字 什么叫做活活呢 像现在我们 这个 一个生团 一个生团 整个生团的合伙 我佛自称 你 子欧呢 还有一千二百五十比丘 实际上 还有五位 一千二百五十五位 那么这些比丘 现在合并起来 成为一个生团 一种 就是一个生团 共同 成立这么一个生团 众虽唯一啊 虽然是一个生团 问他的 根本的话 每一个人 有他的身体 还有他的 出生的地方 种族 名字 几例说 像社利佛 他是婆罗门种 尤罗平罗 他是家设婆种 社利佛 大家都知道的了 智慧第一 尤罗平罗 就是三家设的老大 尤罗平罗家设 翻成中国话 尤罗平罗叫做木瓜林 可能他住的地方 有很多木瓜吧 那么这个 这三家设 他们 姓家设 家设是他的姓 他是属于家设的种族 乃至略掉其他一千多人的 各个都有他的自主 像林欧南 那女士巨坛种姓 就是日种 释迦牟尼佛 他古代的姓 就是姓日种 后来改成世家 那么这样看起来 这样叫做活活 我们过一个生团 大家共住在一起 活活一个生团里面 但是人一千多 大家各个有他的 氏族等等 那您说是活活 这叫做活活 你看这个活的生 生活的姻缘 他怎么活活啊 看看前面哪阳穗求活的 我呢 若此活性 因何何有 彼首之境 一日求活 此活 我一从尽忠而出 我一从爱出 我一日来 活来的 这个方向 越三方面来说明 你看 如果这个活的性质是完全有活活而有的 比较煮饭的人 拿住阳穗 这个镜啊 就是前面的阳穗 就是火荒猪 他拿住这个阳穗火荒猪 像这个镜子一样 圆圆的 无限的 那么拿着在外面落地 对住天上的日光 下面放过爱草 这样子求活 引发这个活 现在就在这三方面方面 你看 活是从哪里来的 此活 中间出来的吗 还是从下面的爱草出来的 我一从爱出 还是从下面放的爱草出来的 因为燃烧的是爱草 我一日来 这个火 是不是从天上的日光 啊 他发射出来 由他由火 那么这三方面 你看是哪一方面来的火啊 镜中出的 爱草出的 日光来的 我呢 若日来者 自能烧你手中之爱 来出临目 接应受分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哦 假如这个火 是从天空中的日光来的 嗯 那么这个火从日光来 好 既然从天上那么高的地方 他的火射下来 而来烧你的爱 嗯 那么他经过的地方 无论是寿灵 寿墓 一切物品 被火经过了 爱草上且会燃烧啊 那么经过的寿灵等等 嗯 那不都不会被烧掉了 烧掉了吗 会不会都引发 都是火了 那整个世界都要被烧掉 嗯 但是并没有这种情况 你的爱草 是因出油火了 可是天上日光 照射下来的地方 他经过的地方 日光经过的地方 寿灵 草木 并没有燃烧 没有燃烧 既然这个寿灵 草木都没有燃烧 可见这个火呀 不是从日光那源来 嗯 因为火 它既然是无火的 它是平等烧的 它不是说 我一定单烧那个爱 其他东西我不烧 它没有这种分别性 如果这个火从日光那边来 凡是这个日光经过的地方 通通都有火 那都要烧 灵 木 通通要被烧 嗯 它来的地方 应当都是会烧到这些东西 可是没有 它只烧到 你手里拿的爱草 而其他的灵木 没有被烧 由此可以证明啊 这个火不是从日光来的 那么第一种呢 从日来 不是 那么既然这个火不是从日来 从哪来 第二 从静中出 若静中出 自能一静出然与爱 静何不容啊 与你守之 尚无热相 云何永伴 这是说 从那个火黄珠来 第二 难道这个火是从那个火黄珠 静子 就是那个阳碎 是从阳碎里面出火吗 嗯 那么如果从那个镜子 这个火黄珠本身 它由火 照到爱 那么火就从这个镜子里面出来 就会燃烧你的爱 出燃 以爱那个燃字 燃就是燃烧 这个燃烧的燃 有现代人往往旁边再写一个火字 那是多余的 因为这个燃字下面四点就是火 燃字下面的四点就是火 古代的燃烧的燃 都是写这个自燃的燃 没有火之旁 因为那四点就是火 用不着旁边再加一把火 那我少得更大 因为它本来下面四点就是火 您擦这点吗 擦这点这个燃字擦哪里啊 擦火部 擦火部 可见那四点就是火 因此之故啊 燃烧的燃 旁边不要再写一个火字 这个因为它下面已经有火了 那么如果从镜中出的火来燃烧你的爱 那你的镜子本身就有火了 那镜子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融被火烧融了 那么如果它本身就有火 那你这个火荒就本身就要被火烧了 它就要融办了 可是现在靠你的手来拿着这个镜子 与你守之 与这个与之啊 所有的注解都注作躯 躯躯 意思就是说 靠着你的手 这个转过弯 拿个镜子 然后照爱 这样出火 那么靠你的手拿这个爱 知就是哪呢 你的手拿 一手拿爱 一手拿这个镜子 可是你手拿这个火荒猪的镜子啊 尚且没有热像啊 摸摸看有没有热像 没有 凉凉的 这个我有经验过 我十几岁就玩这一套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这种的镜子 不是火荒猪 就是那个有度的强度的镜子 窝陷的 圆形的啊 那么那种就可以 阴出火来 可是手拿的时候凉凉的 不会热 上前没有热像 手拿这个火荒猪的时候 这个猪 根本没有热像 镜子没有热像 热像上前没有 整个能够融办呢 就是融成水的那个样子 不可能 没有这个事情 既然没有 那不是从镜中处 不是从这个阳岁 那个地方来 那么是第二种 从阳岁来的 从镜子来的 不是 因为有这个称宴 虽然透出火来 能够燃烧爱 可是这个本身 镜子的本身 凉氧的 没有热像 没有热像 它怎么会有火呢 应当不是的 所以第二 从这个镜中 出来的火 也不是 那么最后第三 是从爱 朝自己本身 出来的火吗 若身以爱 活却日静光明相接 然后火上 假如第三 假如第三 这个火就是那个 爱朝自己本身 发生 发出来的火 生一爱 爱朝本身 就生出火来了 那么如果 爱朝本身 自己能够生活的话 活必 谢就是戒 活必戒这个日光 跟这个阳碎的 镜子 两种的光明相接 然后燃烧于爱 火才生出来 那火必靠日光 跟镜子呢 镜子就是阳碎 火放出 那火必借这些工具来生 应当就不必嘛 可是爱朝本身 不会生活 我从前十多岁的时候 在学校读书回图 那个河流 西边有很多这个爱朝 就把它拔回去 晒干了 放一大堆在那边 它从来也不成生活 如果它会生活的话 那什么都会被烧掉 可是我一大堆的爱朝放住 它就不成生活 必定要等到你点火 它才会燃烧 那你点火